我们继续来看 前面我们遗留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局部内部类 访问局部变量 必须使用final来进行修饰 就是我们说在讲方法 内部类的时候 在方法当中定义一个内部类 是不是局部的呀 这个时候我们访问这个变量的时候 必须用final来修饰 我们说语法我们已经说了 不加final不行 只能是去使用它 只能访问它 不能去改变它的值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有一段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 当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局部变量 如果没有用final来进行修饰 就这个位置 在方法内部类 这个位置 是吧 没有用什么 这个final来修饰的话 它的生命周期和方法的生命周期 什么 一样 就是一样的 就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结束 那我们说这个变量 如果没有final修饰的话 它就是生命周期就结束 是吧 X就会被销毁 这是从生命周期的角度 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吗 好 既然它俩是一样的 如果没加final的话 当方法被调用时 它会入战 方法结束以后 就会弹战 是吗 从战里面执行 执行完 跳出去 是吧 那么所有的战里面的变量 也就释放掉了 这个局部变量 也就会怎么样 消失 消失 也就没了 那么如果局部内部类对象 还没有马上消失 局部内部类对象 还没有马上消失 听懂了吗 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个内部类 就还没消失 这个inner还没消失 这个对象如果还在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方法结束了 这个对象还没结束呢 有没有可能啊 可能啊 方法执行完 他要出战 但对象 虽然说他生命中心结束了 但是他需要GC去回收他 对 这个对象需要回收 他才会结束 所以他有可能会比这个方法 生命中心要更长一点 是吧 他要等GC回收以后 他才会结束 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以后 你看啊 不会马上消失 那么想用这个局务变量 显然已经无法使用了 为什么 这个对象还在 但这个变量已经没了 你在这个对象里面的方法 还想去用这个X 你能用吗 你不扯吗 对 是不是 你怎么用呢 只能 他去常常才能用 对不对 他就不能用这个了 因为这个X已经没了 对 这个对象还在的话 对象调方法应该还是OK的 是不是 还是在的嘛 这就是生命周期的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交叉 交叉点 是吧 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么如果用Final来修饰呢 会 他就不一样了 因为Final是什么 常量 我们说 在讲Final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讲过 用Final修饰的东西 就是一个 常量 是吧 那么在常量里面呢 我们前面没有给大家解释 有这么一个概念 叫 常量池的概念 常量池 就是说在内加载的时候 这个变量就会放到 常量池里面去 所以这个常量池 是一个堆里面的一个 公共的一块区域 你就把它想象成 公共存储的一个区域 这个常量池 就会存的这个值 这个变量 要等程序结束 它才会结 会结束 是吧 好 即便方法谈占 但是常量池的常量呢 还在 还在呀 那也就是可以继续使用 才能继续使用 是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 这个X必须定义成Final 必须定义成Final 原因就是说 你不定义成Final 这里面用不了 对 它生命周期已经结束了 你这对象还在 你很想用它 都没了吗 所以必须定义成Final 的意思就是 让它留的 让这个变量 留的时间能 长一点 那定义成Final 就进到常量池里面 是吧 进到常量池里面 那对象销毁 常量池的常量还在 这个概念要 要转换回来 还在的话 你就可以去用它了 是不是 你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好 那我们说 为什么我刚才这样编译 它也OK 是不是 我没加Final 亲 是不是 我没加Final 编译也OK 也不会 这个有问题 默认加上 我们说默认加上 为什么会默认加上 因为我们用的是JDK 1.8 1.8 1.8取消了这个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取消了 这个 在 写清楚一点 在局部 内部 类 中 局部 内部 类 什么 在局部 内部 类 中 使用的变量 必须是 必须用Final 修饰 对 使用的 什么 变量 什么 必须用Final 修饰 必须 显示 的 使用Final 修饰 没写 其实也是写了 他通过编译器 帮我们去做了这件事情 帮我们去做了这件事情 那么 这个 编 一 气 编译器 怎么样 默认 什么 默认 会 为 这个 变量 加上Final 对 那么 加上 Final 就是 他就怕你忘了 是吗 怕你漏掉 其实之前 是你没加 他编译的时候 会报错 现在就是说 你不加 他默认给你加上 是吧 这个1.8 给你加上 这个1.8的 一个新特性 我们怎么测出来 他是加上的呢 前面我们也测过 是吧 对不对 前面我们测过 比如说我加一下 因为你这样 你访问是没有问题 他已经把它加上了 是吧 但是你要改 如果他是长量的话 你能改吗 长量不能改 长量就不能改了 你编译就报错了 你看 是吧 我们这句话就贴出来了 内部类引用本地变量 必须是最终变量 或 实际上的 最终变量 也就是这个 X已经变成了 实际上的最终变量 而不是一个 长量 这是JDK 1.8的特点 如果你在用1.8之前 1.7的话 不告诉你 你这么用 这边就会报 错 这边就会直接报错 必须让你加上 Final 注意 我说的方式 在这写参数 也是一样 道理是一样的 Inter 这叫Y Y 是吧 你掉瘦的时候 你这里掉瘦的时候 传一个 5 对 随便给一个词 瘦5++ 是吧 瘦5++就不行 对 你这里是道理是一样的 你在这里想用X 你还想用谁 Y 是吗 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道理 必须用Final 必须用Final 但是我这个1.8我可以 不写 不写 是吧 我1.8我可以不写 但是万一你不能加 你不写 它实际上默认给你 加上了 这是1.8的特点 明白了吗 明白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了 就有一个常量池在这搞的 问题就是出在于 他们之间的 这个生命周期不一样 对 是吧 生命周期不一样 就是 加了Final 会延长这个变量 它在常量池里面 生命周期就长 所以说你可能用它 对 否则你用不了它 是这意思吧 这是用Final修饰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明白了吗 OK 我们把这个内部类 基本上已经是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内部类究竟 它的作用是什么 每一个内部类啊 都能独立的继承 继承至一个什么 呃 实现 嗯 是吧 接口实现 无论外部类是否已经继承了某个接口的这个 这个实现 嗯 是吧 对于内部类都没有影响 都没有影响 嗯 如果没有内部类提供提供的可以实现继承多个具体的或抽象的类的能力 如果没有内部类提供这种 如果没有提供内部类这种功能的话 嗯 一些设计和编码问题就很难解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加瓦本身就是实现单继承啊 嗯 是不是写成单继承啊 对 只能单继承 不能多继承是吗 嗯 好 如果有内部类可以变相的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啊 这是它的作用 比如说我在一个类中 我一个class 这个A 嗯 我只能继承一个B 是吗 嗯 那还能继承C吗 能不能继承C 也可以啊 啊 不能多继承 不能多继承嘛 不能多继承 只能单继承嘛 嗯 哎 那有内部类就不一样了 可以搞好一个 哎 我可以用一个内部类 这个B 不是 这个C 去继承一个 比如说一个D吧 嗯 来去继承一个 什么 D 对 多个类就有关系了 哎 就是 我在一个类中 我可以写多个内部类 然后就每个内部类 继承一个类 那么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类 可以变相的解决了 这个继承 多个的问题 嗯 明白意思吧 嗯 哎 这是 这是这个意思 这个代码是不能用的 不能用的 我只是给大家这么 演示一下 嗯 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吧 嗯 从这个角度看 内部类使得多重继承的解决方案变得 完整 哎 可以变相实现多种继承一样 接口解决了部分问题 而内部类有效的实现了多重继承 还可以这么难理解 嗯 是吧 嗯 这么难理解 就是一个多个内部类 分别继承一个类 相当于在一个类里面 你继承了好多个类嘛 嗯 是不是 啊 分别实现不同的功证 只不过 它不是像直接继承那么方便 是吧 嗯 那么方便 OK 好 这是内部类可以说的另外一点 这个 这个 要提的一个作用了 好吧 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这么几种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 成员 这个 内部类 是吗 嗯 还有 方法 内部类 我们小结一下哈 嗯 然后还有 还有成员方法 匿名 嗯 匿名内部类 是吧 还有静态 哦 静态 静态内部类 还有 匿名 内部类 内部类 这么懂写法 是吗 嗯 这种写法 那其中 静态跟 谁啊 跟 这个 这两个都属于 这俩都属于成员内部类 对 是吧 成员 这俩属于成员 这俩呢 属于 局部 局部的 是吗 嗯 这俩都属于局部的 这么来看 好 这么多种用法 我们实际上在选择使用内部类的时候啊 啊 我们在 这个 项目 开发中 如何 选择呢 我们如何选择 是使用哪 哪种 是使用这种成员内部类呢 还是使用这种 静态内部类呢 还是使用方法里面的内部类呢 啊 开需求吧 哎 这是从成员和局部上去划分 是吗 是这么来 来进行划分的 那还有呢 从这个依赖上去划分的话 嗯 从依赖上去划分 那就是 呃 依赖对象的 是吧 嗯 这个 依赖 外部类对象的 有哪个 成员 内部类 还有呢 方法 内部类 还有呢 嗯 匿名 内部类 内部类 它可能都跟 这个 对象有关系 嗯 而静态内部类呢 跟类有关系的 是不依赖对象 嗯 静态内部类 不 依赖 什么 对象 外部类的 对象 嗯 外部类的 对象 这个意思吧 嗯 它不依赖 依赖 对象 OK 那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个问题 嗯 OK 我告诉你 嗯 我告诉你 所以 所以啊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嗯 优先 如果要使用内部类的话 优先 考虑 选择 静态 内部类 嗯 静态内部类 因为静态内部类 不依赖于外部类的对象 嗯 为什么不依赖于内部类 在我们要优先选择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 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个 关于这个 内存 叫内存泄漏 的问题 关于内存泄漏的问题 嗯 什么叫内存泄漏 什么叫内存泄漏 就内存超了 嗯 超超超出了 对 就是用多了 超了 无法释放嘛 对 无法释放 它就泄漏了 比如说 比如说啊 这个粪粪 嗯 是这个外部类 嗯 我是 内部类 嗯 是吗 嗯 我内部类 我引用了你 嗯 因为我要引用你 我是普通的内部类 嗯 普通内部类 就成员内部类 我要引用你 你的对象 是吧 嗯 然后你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嗯 我的生命周期很长 我在执行一个很耗时的一个操作 时间很长 我都释放了 是吧 你想释放 嗯 是吗 对 但是我还在 你还在 但是你在我里边 对 我在里边 嗯 我要引用你 嗯 我要使用你这个对象 嗯 如果你都没了 我这对象还有吗 你觉得 就就用上了 啊 用不着了 我这边还有吗 那边 不是说还有吗 我这个不能让你释放 嗯 对 因为我要引用你这个变量 嗯 你就释放不了 对 你明白吗 嗯 我的生命周期比较长 我还在执行呢 你想结束 你结束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一 我要引用你的变量 嗯 这叫强引用 强引用 知道吧 你就释放不了 但你释放不了 你好像关掉了 嗯 但你没释放 所以说你这块内存没有给释放 嗯 那你就叫内存泄漏 对 在一关当中 明白了吗 嗯 就内部内的生命周期比较长的时候 外部内导致外部内会无法释放 嗯 能理解吧 没有 所以说外部内就会造成内存泄漏的问题 嗯 是吧 所以在使用内部内的时候 尤其要小心这个问题 嗯 啊 小心这个问题 OK 是这样的 啊 好 后面我们会有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问题 啊 嗯 如果我们选择静态内部内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是吧 对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 不会 产生 内存泄漏 为什么 因为我不依赖你这个对象了 对 是吧 是根据内走的 哎 根据内走的 你你要释放你释放呗 反正我不依赖你 我继续执行嘛 嗯 我继续执行我的 因为我的这个对象是独立的 是不是 对 我不依赖你这个对象 嗯 所以你可以释放 没问题 所以你就不会产生 内存泄漏了 对 是吧 嗯 就是 所以说我们还是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我们是优先还要选择这个 静态内部内 嗯 是吧 优先选择静态内部内 那尤其是成员内部内 可能出现内部泄漏的几率比较大 嗯 是吧 方法内部内的话呢 呃 也有可能方法结束了 那个内部内 对象还没销毁 也有可能啊 对 是吧 嗯 也也是有有可能的 匿名内部内 也是有可能的 嗯 好吧 OK 所以说呢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是要注意 是吧 嗯 尽量不要让你的内部内 去承担 非常之 耗时的工作 嗯 是吧 对 非常耗时的工作 啊 不要在内部内里面 就要去完成 这样可能也会带来一些 你项目中的一些隐患 嗯 是吧 会造成一些隐患 好 这是内部内啊 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那么后面呢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 在应用的时候 那么多加练习 多加体会 可能会内部内有 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嗯 好吧 OK 嗯 嗯